穿著57號球衣的是 進化國中準畢業生陳醬霜 他在訓練營分組比賽 和HBO的學長對位 絲毫不畏懼 今年8月 他將前往美國 做讀Okyo Academy 這也是NBA球星Kevin Durant 跟甜瓜Camillo Anthony的母校 英名叫做Owen 因為這是英文老師取的 需要再調整 也需要把自己生命強度 弄強基本動作 因為那邊也是全美前三名的 所以也知道到那裡 會有很大的挑戰 185公分的陳醬霜 今年先是踢上中華隊戰袍 出征U16雅星 緊接著替進化國中 躲下可危兩年的 GHBO冠軍杯 並且獲選MVP 陳醬霜1到5號位都能大 目前主要炒風味發展 他們的小個子 就跟我差不多高 或是比我高 所以我在那邊算比較矮小 然後也至於知道自己的優點是在哪裡 然後過來台灣也可以適應你比我矮的 然後這樣的話兩個打法都可以遇到的話 就不會太多的問題 近期的話我們希望說 他能夠先適應美國那邊的環境跟文化 中期的目標就是說 希望他可以選上NCW的地方的學校 那長期的目標就是說 他有沒有辦法成為台灣第一個 就是可以透過選球選上NBA的選手 這段期間 陳醬霜除了參加訓練營持續練球外 每天也都花3到4個小時讀英文 為旅美做準備 他笑說 很期待去美國看NBA賽爾提克隊的比賽 現場欣賞偶像Kerry Irving的球技 常元工移民PC 楊 每天 peux 跟未成為 Tre 練